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话五调查团进入叙利亚现场 英国法国称证据八成没了 叙利亚国营媒体今天报道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人员已经进入杜马镇 当地未处大马士革郊外 十天前遭疑似毒气攻击造成数十人罹难 英国和法国表示证据八成早已消失 叙利亚新闻社报道称 化学武器委员会OPCW的专家进入杜马镇 法新社报道杜马镇7日传出遭毒气攻击 导致美国、法国与英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 发动空前的联手飞弹攻击 美英法指控叙利亚总统阿塞德政权 是化武攻击的幕后黑手 杜马镇预期时仍受反抗军控制 如今已被叙国政府与其盟友俄国收复 在OPCW的真相 发觉小组能够进入杜马镇并展开实地调查前 美法英就发动了这场惩罚性的打击 然而法国与美国似乎对调查小组的任务存有疑虑 并称任何定罪证据八成已遭移除 法国外交部表示 证据和关键要件极有可能从当地消失 那里完全受到俄国和叙利亚军队掌控 美国派网OPCW的特使沃德昨天说 俄方早已造访现场 且可能已经对那动了手脚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听